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方式使得每一个微服务的扩展和运维相对简单 关于协议这块也不局限于HTTP 比如说大家现在比较常用的RPC 也是非常常用的在微服务中使用的协议 第三点能够独立部署 并且具有完全的自动化的部署能力 这个在微服务的这个时间中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当你的微服务是能够独立的进行版本管理和部署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独立的发布 才具有它真正的带来的一个业务的价值 而且这个部署的过程和发布的过程是要求是完全自动化的 因为在微服务的这个世界里面 每一次的迭代发布速度可能是非常快的 可能是一周发布几次甚至一天发布几次 所以自动化的部署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点是极小化的集中式的服务管理能力 所以就是在整个微服务的体系中 凡是能够使用分布式架构的组成部分 一定要使用分布式 只有极少数的必须使用集中式的这种管理体系 才会使用集中式的 所以大多数的在微服务中 它的一些组件都会分布式形式的存在 最后一点是可以使用任意的开发语言和数据库技术 这个也就是说在每一个用户在自己开发自己的微服务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自己使用的一个语言 也就是说可能微服务A 你觉得用Java实现是最合适的 用关系数据库最合适 那你就可以用关系数据库加Java来实现 而另外一个微服务可能你会认为觉得用现在的购语言 加上no secure的DB是一种最好的方式 那你完全可以使用另外一种语言和数据库的技术进行实现 它们之间通过标准的轻量级通讯协议进行通讯 可以看到这个微服务的整个的框架 还是比较简洁而灵活的 那看完这些概念之后 可能大家对微服务只是有了初级的了解 对它具体什么样的还是不清楚 那我们就做一个对比 就是讲到微服务已经讲到它的另外一面 就是巨石程序 它们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区别的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应用程序 从想到大演绎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可能一个初创团队 或者是一个小的部门想去开发一个业务的时候 往往会从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应用程序开始 这个应用程序中可能包含了你这个应用需要的方方面面 从你的前端到你的数据库 中间层的这个控制层全都是在一个程序里面的 而随着业务的发展 我们会不断的往这个程序里面添加各种各样的组件和功能 最后这个程序会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而它的扩展方式往往是说 把这一个大的程序 部署到多份到不同的服务器上来提供服务 这就是传统意义上我们称为巨式程序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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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应用程序的架构 而这种架构带着的不好是就是首先它的发布是非常的不容易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一个应用程序中包含了你所有的功能组件 修改其中任何组件都需要重新走发布的流程 还有一个不好就是它的横向扩展能力其实是比较僵化的 嗯在这个一个大的应用程序中 如果任何一个组件出现了这个性能瓶颈需要做扩展的时候 需要把所有的组件同时进行横向扩展 所以这个效率是非常低的 而相对的另外一面微服务的一个特征就是 我们会把其中的业务的这个单元 按照能够独立部署和具有业务含印的这样一个标准进行抽取和这个隔离 然后变成一个一个的小的服务就像图中显示这样 我们可以把一个大的一个应用程序切分成几个小的微服务 而这些微服务自己的部署是完全独立的 横向扩展也是完全独立的 这就可以做到一个按需的这个扩展 当你某一个服务不能够支撑的时候 可以把这个服务进行横向扩展 而且是可以在多个服务器之间的这样一个横向扩展 以保证它的高可用性 所以这个巨石程序和微服务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的横向扩展能力 以及独立发版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企业就认识到巨石程序的一个缺陷 所以开始考虑往微服务这种架构去演进 这样给出一个更具体的例子 这里假设了这样一个基金的这样一个公司 在一个比较传统的架构里面 这个基金的这个业务可能有几部分组成 比如说你的这个核心的一个基金的这样一个运行的一个业务组件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客户管理的这样一个组件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数据管理的一个组件 最后可能还有一个UI以前的时候呢 这可能每一个组件都是由一个团队来负责 他们看完完了之后呢 会把它放到同一个代码库中 经过这样一个CRCD的流程 作为一个打了一个袜包 部署到一个传统的服务器上 比如说websphere或者weblogic 这种比较传统的服务器上 这个袜包中的内容呢会变得越来越多 因为每个团队可能都在不断的演进自己的这个业务代码 这个袜包的这个大小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而底下的数据呢是在同一个数据库中 可能不同的表中进行存储的 所以这是很典型的一个巨型巨石应用 或者我们称之为单体应用的一个特点 而这个应用的特点也就是我刚才讲到 它在做横向扩展或者对于这种市场挑战的时候 需要灵活的快速部署的时候 都会显得比较吃力 那weblogic的框架呢就会尝试 把其中的这样一些业务单位进行拆分 然后让每一个团队呢可能维护一到多个自己的weblogic 这些weblogic之间呢生命周期管理版本管理是完全独立的 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基金管理团队 和我们的客户管理团队可能会去有自己的代码库 有自己的这样一个服务自己的数据库和自己的发布流程 当他们需要做自己的一些业务变更和创新的时候 就不再依赖于其他团队的这样一个流程 完全可以自己去进行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布和 开发和发布的这样一个流程 而他们之间呢可以通过weblogic的接口的形式 去定义之间他们之间的依赖 如果这个接口的定义是比较成熟和稳定的 基本上所有团队都能够以快速的方式 各自去进行前进 这样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业务团队 去应对市场挑战和去做创新的时候 它的速度就会大的加快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对weblogic就渐渐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它可能是一些比较拆分好的小的服务 那它会给我们从业务加上来讲 能带来什么的好处 或者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越来越多的希望去用到weblogic呢 其实这有一个简单的总结 这些能力呢是可能是大家都会想去要拿到的 比如说面对市场挑战的时候 我希望有快速发布迭代能力 我希望更细利的独立的发布迭代能力 这个在这种趋势程序的时候往往是不具备的 还有就是对多版本的天然支持 比如说我其中一个组件 希望有多个表本并存 或者有个恢复不发布的能力等等 这些在weblogic的场景下 都会变得更加简单和易用 还有就是接口之间的描述 各个服务之间的依赖 是不是更加标准化 调用方式是不是标准化 以及基于服务的横向扩展 等等这些能力呢 都是大家希望在自己的应用程序中所具备的 那这个这些能力今天来讲 我们基于weblogic的应用架构 都是能够给到大家的 阿里的weblogic这个领域 其实也是最早的实践者之一 最早的时候阿里其实像所有的这个 这个初创公司 或者是起步中的公司一样 自己的时候去开发自己的业务 最早的一批业务程序 比如像我们的这个淘宝 那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巨石程序 或者叫做烟城式的架构 从前端的这个揭露层 到中间的这个业务层 到后端的数据层 都是一个很非常大的单体 而随着阿里的这个业务的增长 大家渐渐的认识到了 就是这种巨石程序 越来越不能够去满足 这个业务全程的这个需求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 技术架构上的演进 也是从一个单体到分布式 到weblogic这样一个前进的过程 而且我们在业务上的这个实践 也有一个很好的创新 就是我们的中台思想 这是web服务其实对于业务 带来的最大的价值 也就是可以把业务中能够沉淀的 共享的东西 以web服务的形式沉淀到了这个中台 也就这个途中的业务共享单元 比如说以电商为例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今天我们 阿里有非常多的这个和零售相关的业务 或者说相关的这个业务线 比如像淘宝天猫咸鱼等等 菜鸟物流 其实它是整个涵盖了整个这个 零售行业或者是电商行业的方方面面 他们之间从业务上是有非常多的共性的 在以前巨石程序的时候 可能每一个业务线都需要开发自己的 这样一些组件 然后去独立的上前发布 他们之间的交互呢 也是有自己定义的比较 比较不规范的方式来做的 而今天呢 如果我们去看阿里的这样一个业务架构 大家会看到这些所有的业务线 他们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 要做业务共享的这样一个单元 比如说用户中心 商品中心 交易中心 评价中心 可能是上层的非常多的业务线 都会用到它的 这样部分的业务呢 就会通过微服务的形式 沉淀到一个共享中心 可以被上层的业务全部使用起来 这个其实是在微服务的这个架构里面 我们能看到的给业务带来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价值 而且今天来讲 我们的中台思想也已经被业界越来越多的客户所认可 去用到了它的这个业务系统里面 我们稍微再往下看一点 就会看到 其实再往下一层呢 就是阿里云的平台 在今天来讲 客户当去做他自己的微服的时候 也往往会借助于阿里的一些技术 或者平台去完成它 我们后面会去对它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讲完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到底去从技术上来讲是它是如何做到的 其实微服务往往是一个体系 它并不是简单的说把我的一个应用程序 改造成一个小的服务就可以了 在这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我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开发框架 我的大的一个应用程序被切成小的微服务之后 在服务治理和服务的注册发现方面 我如何去做 还有就是动态的配置如何去做 监控如何去做 运行平台是如何 什么样子的 在这样的一个分布式的这个环境 安全管理如何去做 所以可以看到当我们具体去看 或真的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需要考虑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呢 其实业界有非常多的一些微服务的体系架构 可以大家去借鉴 而且其中有很多是开源的 比如说最常见的 那就是在Java体系中的Spring Cloud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微服的框架 它里面涵盖到了我们刚才讲到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在这个开发模型这一块呢 它有Spring Boot和Spring Cloud 里面有非常多的组件 像Spring Cloud Config,Spring Cloud Stream 去帮助大家去做你的应用的这个开发和配置管理 在这个应用的这个服务注册发现 还有服务治理方面 它也包含了非常多的组件 比如像这个在服务发现方面 可能有Spring Cloud Netflix相关的一些组件 然后在这个运行态的智力方面 还会对于熔断 对于这个限热降级也有相应的组件 而围绕微服务的其他的能力 比如说构建能力 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安全观点能力 Spring Cloud都有相应的组件 另外一个在国内非常流行的这样一个去支撑微服务的体系 就是Double 现在Double也已经成为一个Apaq 一个顶级的开源项目 它是由阿里开源出来的一个高性能的 基于Java的一个RPC框架 所以可以看到它和Spring Cloud 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就是Spring Cloud 基本上是基于REST for HTTP 这种协议去做的 而Double是基于RPC框架去做的 从体系加工来讲 它一样是包含了刚才讲到的 微服务体系里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它有服务的提供者 服务的消费者 服务的注册 服务的发现 服务的监控等等一系列的组件 如果大家对这个会感兴趣的话 可以具体到Double的这样一个官网上去 进行详细的学习 可以看到在客户从自己的巨石程序 或者叫做单体程序 到微服务演技过程中 它的改变是方方面面的 包括它的组织架构 要相应的做一些调整 然后它的IT架构 也就是它的应用的架构 需要从单体变成微服务 同样它对它的CRCD流程 也会提出了比较高的挑战 必须能够完全做到自动化的 这样一个发布和部署的 这样一个流程 才能更好的支撑 现在一个微服务的这样一个体系 客户在做这个过程中 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多的 比较常见的 比如说如何进行正确的服务拆分 包括它的力度和边界 然后一旦拆分成了 这种分布式的微服务之后 所带来的腐拔度提高 之后用户去做开发测试部署 如何去做 还有就是这种分布式体系下 如何对它进行监控和运维 还有配套的这种完备性 都会带来的很大的挑战 大多数客户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顺畅 然后会碰到很多的问题 那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阿里也推出自己的一系列的 产品和框架 去帮助用户去达到一流的微服应用 然后把自己阿里内部 这种沉淀下来的一些经验 以产品形式给到我们的客户 然后让我们的客户 再真正去从它的巨石应用 变成微服应用过程中 更加专注于它必须做的事情 比如说如何去把业务进行拆分 这部分可能是每一个公司 自己最熟悉的 然后也是别人很难帮它去替代的 而从微服往下 刚才讲到的一系列的这种 微服框架所需要的能力 包括底层的应用 都可以由阿里云来提供 包括两个产品 一个是称为我的一大死 也就是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框架 它可以很好的支撑上层的微服应用 提供一系列 刚才讲到的这个 微服体系中的一些功能 包括像服务注册服务发现 还有流量控制 或者是复杂均衡 这个服务的监控等等一系列的能力 而再往下呢 有我们容器服务团队的 这个Couponetis 这样一个容器 来做好这个 上层应用的这个运形态的 这样一个支撑 然后再往下可能是 我们阿里云的这个基础架构 包括我们的ECS 我们的网络和存储 这一整套架构呢 就能够让用户很好的 在它的上层去开发它的 以微服务框架为基础的应用服务 可以是基于Spring Cloud 可以基于是Double 也可以基于另外一个微服务框架 成本HSF 是我们阿里内部的 这样一个微服务框架 下面呢 我们会去具体的讲解 其中的两大块 也就是EDAS和我们的容器服务 大家好 我是来自阿里云容器团队的邱葛川 前面我的同事讲了微服务的相关概念以及原理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最适合微服务运行的容器技术 以及容器编排系统 容器从2000年开始 一直到2013年 Docker公司的出现才逐渐成熟 因为要把容器应用于大型的分布式系统 所以出现了容器编排技术 其中包括Swarm Mesos Kubernetes 经过这几年的发展 Kubernetes 也就是简称K8S 逐渐成为了一个适时标准 所以呢 今天也主要以围绕K8S来探讨容器技术 容器已经广泛于应用于很多的解决方案 其中包括微服务 Divors 智能化的运维 以及帮助应用上云的多云混合云管理 以及应用于AI技术 以及高性能运算的异购计算平台等等 阿里云提供了多种K8S相关的平台做选择 其中包括Delicate的K8S 也就是用户自主管理的K8S 另外一种就是托管的K8S 也就是Master由阿里云负责管理 这两种形态都可以完成应用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还有一种就是Serveless的K8S 也就是无服务化的K8S 它可以无需提供服务器 而直接通过K8S的API来进行应用管理 但是它是一种受限的K8S形态 但是它提供了很好的弹性能力 除了阿里云提供的相关的帮助文档以外 还可以大家还可以参考阿里云的云西博客 下面我们来分几部分来探讨容器相关的实践 第一部分是如何做镜像管理 首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 同一个版本是否需要有多个镜像 在实践中是让我们是建议不要因为环境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镜像 因为这样会容易造成更多的管理性的错误 所以我们是更多的是维护一个镜像而运行在不同的环境中 第二个是我们希望把配置信息与镜像脱离 而不因为相关的配置信息而构建出多种镜像出来 例如数据库中的用户密码是切不可放进到容器镜像中的 第三我们是希望所有的继承的复类的镜像 务必是有一个特定的tag 而不要使用latest最新的版本作为你的复类镜像 也不可以把latest作为生产的镜像 因为latest的相当于是没有版本管理的 第四我们在管理中务必让所有的镜像 都来源于同一个镜像仓库 这样避免更多的人为性的错误 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我们其实上是希望每一个镜像都要经过安全扫描 另外在实践中 我们也是严格禁止个人环境打包散传镜像 而是通过流水线的方式由Dogify来构建 在构建过程中 我们还可以利用多阶段构建的方式 来确保镜像最小最干净 阿里云的镜像服务 很好地提供了相关的安全扫描功能 所有的镜像散传到阿里云之后 运维同学应该能够的去做一次安全扫描 确保相关的漏洞 都有足够的保护措施或者规避的手段 我们要把安全扫描 切实应用到日常的开发以及运维中 在微服务解决方案中 配置管理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容器下如何利用相关的技术做配置管理 这是我们下面要探讨的问题 容器下做应用配置管理 可以做到以下原则 首先我们要将配置与镜像 务必严格分离 其实我们要区分好 什么是初始化的配置 什么是运行时的可变更的配置 对于初始化的配置 我们可以利用K8S的Config Map 以及Secret 而对于需要动态推送的配置 我们可以利用配置中心 例如阿里云的ACM来做相关的配置和推送 为了不影响兼容性 所有的应用上线的时候 新功能务必使用配置开关 而且确保新功能首次上线的时候 这些新功能是被关闭的 从而避免新功能带来的相关的影响 对于影响业务性能的特性 我们也务必使用配置开关 这样的话可以实现实时关闭 避免业务高峰的时候无法支撑 例如对于很多公司所谓的千人千面 在大数的时候实际上是需要动态关闭的 同时我们对于所有的动态开关 都需要通过灰度的方式进行打开 而不是说一次性全部推送 同时我们要做到所有的配置 一定做到有机可循 确保我们可以做相关的版本的恢复 在开baris里面 config backup和secret 是可以通过environment 或者warrant的方式使用的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在配置变更的时候 容器里面的environment 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对于通过warrant的方式挂载到pods 相关的变更是会生效的 但是生效的时间是不会受控的 所以呢对于config map和secret的变更 都是建议通过pod rolling upgrade的方式 来获得最新的配置 同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config map和secret 映射到容器的时候 都是个止读的文件 如果需要做动态配置的 则可以利用配置中心 例如阿里云的ACM 它可以做到动态的配置推送 同时呢它可以支持版本管理 版本对比例子回滚 更重要的是 它支持的相关的配置灰度的发布 以及容错与容灾 它也提供很好的安全性的通道 以及多语言的支持 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 容器下开发的极点原则 首先 我们可以利用k8s 来构建不同的集群 例如我们可以构建出 独立的开发集群 测试集群以及生产集群 但是呢我们可以利用k8s里面 ninspace概念 来区分不同的业务领域 例如我们可以将购物车 放在独立的ninspace下面 而将评论放在另外一个ninspace下面 从而作为逻辑性的隔离 有了容器之后 我们的应用应该可以做到 生死自由可受可怕 也就是说在应用设计的时候 我们应该可以做到 程序可以随时生也可以随时死 程序间不应该再有任何的启动 以及退出性的依赖 程序也不应该再去依赖任何物理性的设计 例如主机网络时间等等 在一定范围内呢 程序也应该能够做到随时扩充实力 或者缩减实力的个数 而无需对外产生任何的依赖 我们的底层架构也要去支撑 程序的扩缩 特别是数据库 Redis等 原则上我们应该去构建 庞大小而美的一组应用 而不是构建某些巨头应用 同时我们的应用应该去适应 IP无关系 也就是说程序间访问不再写死IP 同时能够适应容器实力的飘移 以及IP的变化 程序实力个数 不应该再受到程序自身的约束 我们可以利用KBus里面 SLB的Service或者Ingress的模型 来搬迁相应的应用到容器中 我们可以利用微服架构里 服务注册与发现的方式 来解决应用对于IP固定依赖的配置 我们应该特别关注KBus 局勤外与局勤内相互服访问的时候 对于网络模型的依赖的影响 从而选择合适的网络模型 我们应该规范相应的应用的 接口的返回码 这里可以参考HttpStates Code 来作为返回码的参考 每个应用都应该遵守同一个标准 然后才可以真正的做到 比较好的监控与管理 例如我们系统级的错误 就应该返回5xx的系列的返回码 我们应该适应相关的习惯与文化 我们利用了容器技术之后 应该让代码所见即所得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建议 就是8分钟原则 8分钟之内你的代码提交之后 应该能够立马看见相应的样子 如它是一个界面或者是某个测试case 开发也应该习惯没有主机 没有SSH可用的时候 能够迅速的排查相关的程序错误 这样就需要我们构建完善的日子辅助系统 同时我们可以利用image和样母的方式 来分享你的系统 而不是通过代码或者是软件包的方式来提供 对于容器部分我们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在今天的第三部分 我会来给大家讲一下如何使用一大色 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和阿里云的容器服务 结合在一起给上层的微服务框架的应用 提供一个一流的一个平台 在开始详细讲解EDAS之前 给大家稍微讲一下EDAS的来源 其实这个要和我们刚前面讲到的 阿里在内部业务上使用微服务的一个最佳实践 中台思想有一定的结合 我们在前面讲到了 就是在微服务的这个框架下 给业务当然最大的价值就是能够使用微服务 把一些业务沉淀成一个中台 也就是我们的业务pass能力 以支撑我们前面的业务应用的快速发展 那这个业务中台再往下一层呢 就成为我们的技术pass平台 这一层里面包含的能力呢 包括如何让我们的微服务平台运行的更加稳定 如何去管理我们的微服务应用 在分布式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些能力呢在阿里内部呢 也承担出了一系列的产品 EDAS其中就是就是其中一个 为上层的分布式的应用提供一个运行平台 还有一系列其他产品 比如像GTS是解决分布式系统下的全局事务的消息 去解决分布式系统各种组件之间的传递信息的这个方式 ARMS呢提供了这样一个业务监控能力 所以这一系列的这个阿里内部沉淀下来了 用来支撑分布式系统或者微服务框架的产品呢 最终都变到了阿里云上的一个产品 这个被称作阿里巴巴中间件 在这个阿里云上去作为产品的形式 给了我们的用户 希望我们的用户呢 基于这个阿里的一个技术的沉淀 能够去更好的构建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微服务的一个平台 EDAS这个产品我们来重点讲一下 它的全称是企业级分布式应用服务 它的核心呢就是以应用为中心 帮助用户去解决应用的这个从开发到部署到监控到诊断的方方面面的能力 特别是针对我们的微服务的这种体系下的一个分布式系统去提供一系列的能力 它的上层呢是拖住了我们这个分布式应用系统 而下层呢对接我们的IS平台 包括我们的容器服务 还有再往下的ECS网络等等都是由它去对接 所以从用户的角度来讲 可以看到用户只需要关心自己的应用 然后应用开发完了之后呢 部署到EDAS这个平台 剩下的所有的应用相关的这些事情 包括底层的这个抽象和这个这个IS层的这个管理 都由EDAS来去去完成 所以我们的应用开发者就能够更关注于自己的应用 而不是去关注太多这个系统方面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我会试图从三个方面去给大家讲解一下EDAS具有的能力 以及它如何与容器服务结合在一起 去支撑我们上层的微服务框架 第一部分就是微服务应用开发及框架的构建 EDAS这个产品支撑的微服务体系呢 主要是有三个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比较流行的开源的Spring Cloud 和Double这两个体系 一个是具Restful的一个是具RPC的 还有第三个框架成为HSF 它是阿里巴巴内部使用的一个RPC框架 在我们内部也是经过了好多年的这个海量交易的这个反复考验 现在呢我们把它集成到了EDAS里面 用户也可以去选择使用 这个HSF框架呢在阿里巴巴内部呢 还在不断的演进去为了应对阿里内部的各种各样的业务挑战 我们也去不断去加上它的功能 而这些进一步的增强的功能呢 也会去随着这个EDAS这个产品给到我们的用户 可以说就是如果用户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说你用开源的技术去做 比较Spring Cloud和Double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去使用阿里内部同款HSF 这样一个微服务框架去开发你的应用 去随着阿里的这个技术的成长呢 去得到一些新的技术 所以这三个微服务框架呢在EDAS内部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撑 这个是从应用编程角度来讲 前面讲到就是微服务框架除了应用开发之外呢 还有一系列的围绕这个微服务应用的各种各样的能力 需要去构建 包括这个服务注册发现 流量控制 负载均衡 线流降级等等一系列的能力 一个厂商或者是一个用户来讲 当他需要去构建自己的微服务应用的时候 这一线能力都需要去自己构建 可能有一些呢是需要去搭建和配置一些服务器 可能有一些呢是要定义一些编程规范 这对很多这个客户来讲还是挑战比较大的 那今天EDAS来讲 他会把这一系列的微服务所需要的这个组件呢 我们称这个微服务框架 直接带到这个产品里边 不再需要去用户去配置和管理 他会去比如说有一些服务需要去启动的 那EDAS会启动起来给用户直接给用户用 如果有些需要去定义的规范或者配置呢 那EDAS会提供这种外部UI的这种方式去用户呢 以图形化的方式去直接使用 所以就大大简化了用户去从他的一个巨式程序 走向微服务应用 需要去付出的这样一些技术上的一些 学习的一些成本或者搭建的一些成本 让用户可以非常快速的 从一个这个普通的这种单体应用或者巨式应用 过渡到我们的微服务应用框架里面 这是在微服务领域呢 我们去一大次给上层的微服务应用提供的能力 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分布式应用的运行管控 可以理解就是应用 当我们的一个应用户想使用微服务的时候呢 有了微服务框架 他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微服务开发出来了 但微服务本身这样一个应用 部署到一个云的平台 特别是一个分布式的应用形式去部署的时候 还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包括去你的应用生命周期如何管理 部署完了之后要如何对它进行监控 出了问题如何进行处理 当要升级的时候如何去做灰度发布 底下呢我到底是使用虚机还是直接使用容器 等等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应用运行态的这样一些诉求 那一大次同样的提供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应用户呢只需要把他的应用交给一大次 刚才讲到所有问题 从发布到版本升级到启停维护 然后包括底层用什么样的这个集权去跑 这些问题全部由一大次帮你去解决 而且是一种图音化的方式给到用户 所以这样就大大简化了用户去这样 还是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微服应用去上云之后的 这样在分布式体系下的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的一个解决 这就是一大次这个产品所能够提供给用户的一个价值 就是让我们的应用开发人员更关注于应用 而不需要管其他的任何问题 一大次与开源技术结合是非常好的 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他支持Double支持Spring Cloud 这块我就不再去进行赘述了 那另外一个我想去强调的一点就是 一大次除了对我们现在的这种开源框架进行支持之外呢 还对它进行一系列增强 也就是说一大次可以认为是一个开源框架的一个增强版 举个例子比如线流降级 这个其实是阿里内部沉淀的非常好的一个技术 通过我们双11在海量的这个情况下 海量这个并发情况下如何去应对它 给用户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 用户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就能够保证自己的应用 在面对海量交易的时候能够保证核心业务能够正常运行 这个其实是我们对开源框架增强的例子之一 这方面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也是用户去直接使用开源框架没有的 而在我们一大次中进行的增强 除了微服务框架之外 本身之外呢 其实在去做一个分布式应用的时候 还需要考虑一系列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除了我的在线交易之外呢 我的批量任务能不能以分布式的形式进行调度管理 然后这个呢 其实我们也是提供了一个分布式任务调度服务 做一大次一个组件给到用户 让用户就可以做分布式的任务调度 还有一个就是动态的这个实施 动态实施的配置的推送 在运行态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想调整一些策略等等 这个呢 也是内置一大次功能 还有第三个功能 是在我们进行这个单体应用到分布式应用拆封过程中 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事物的一致性 那阿里内部呢 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突破性的一个技术 用一种GTS这个产品呢 去支持了分布式事物 而且是一个强一队事物 这三款组件呢 其实都包含了一大次中 帮助用户去构建自己的分布式体系 第二部分就是应用生命周期管理 也是我们前面讲到了 就是在一个分布式系统里面 如何去做应用的这种 发布版本管理 然后灰度发布等等一切能力 这给出了一个分布式应用生命周期 里面可能涉及到的很多问题 比如说你要创建一个应用 然后把这个应用部署到一个分布式系统中 可能有多种集群类型 应用完了应用启动之后呢 可能希望有一个动态的扩缩容的一个能力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版本发布能力 或者回滚能力等等一系列呢 这些能力我们称作分布式应用生命周期管理 在这里面呢 这些所有能力在EAS中都提供给了用户 以图音化的形式让用户去使用 这里给出的是一个应用发布单 这样一个功能 当用户呢去有一个新的应用要发布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一个这种应用发布单的这种流程式的形式 展示给用户 用户可以看到这个应用发布中的每一步做了什么 已经部署到多少机器上了 然后分了几个批次去做 可以想象就是我们在应用发布的时候 我们可能希望是很多机器按照P 批次去发布 这个也是我们内置在应用发布单中的功能 应用户在执行的过程中呢 可以查看自己之前发布的一些历史 然后每一次发布中的每一步 然后它的日志是什么样 发生什么问题 基本上在这种情况下呢 用户不用再去登录到底层的机器 去查看一个应用发布的一个状态 只需要在这个图音化中就能够全部完成了 EAS也支持非常多的应用的打包方式和部署方式 在打包方式方面呢 我们支持用户以WAR JAR和Dock Image的形式去把它的应用交给EAS 所以如果你是个JAR开发者来讲呢 你可以是一个普通的WAR 然后你期望部署在一个Tomcat上 你也可以是一个用Spring Boot方式的 就是已经把这个运行环境打包到这个 炸包里的这种模式给到我们的产品 也可以用一个Dock Image的形式 因为现在这个容器越来越流行 然后Dock Image的形式给到我们 这种三种形式都是可以的 而底层的运行态呢也是有两种形式 一种是ECS Cloud 也就是直接用虚拟虚机的形式去 跑我们的应用程序 还有一种呢就是可以用Cubernetes集训的形式 去跑我们的这个各种应用程序 在这个集训这一层呢 我们也提供了很强的这种能力 包括我们的弹性伸缩能力 绘度发布能力 还有命名空间的这种逻辑隔离能力 都带着我们这个集训中 可以用户可以去使用 再往下一层呢就是我们阿里云的标准IS层 也就是IS里面的像ECS VPC SLB等等 那这些能力呢 基本上都已经被包含在了我们上面的这个集训里面 往往很多能力呢也不需要用户去直接关心 用户的角度来讲可能只是把自己的一个 build的完了之后的一个结果 部署到我的EDAS中就可以了 容器服务和EDAS之间的一个完美集成 在这个图中展示的比较好 就是说 为什么说它两个可以很好的这个集成 带一起去支撑微服务呢 我们可能一半一半来看 容器服务今天呢 对这个K8S进行了很好的一个封装 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一个界面 去展示了K8S各种各样的能力 今天来讲 它也支持了多种集群 包括像Dedicated的Kubernetes的集群 和ManagerKubernetes的集群 这个集群创建好了之后呢 如果用户呢 希望去部署自己的微服务应用 而且想用到EDAS中的一些一系列的微服务应用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集成的一个过程 在EDAS中呢 可以通过界面的形式 就是把在容器服务中创建的集群 导入到EDAS中 可以看到图中有一个有一个这个箭头 用户呢 先在容器服务中创建一个K8S集群 可以是Dedicated的这个K8S 也可以是ManagerK8S 之后呢在EDAS中呢 把这个集群导入到EDAS中进行使用 之后用户就可以在EDAS中把自己的微服务应用 部署到这个K8S集群中 而且能够使用到EDAS中的全套的能力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在这样一个集成的一个体系下呢 用户既能够得到EDAS中的各种各样的微服务能力 和应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 同时呢也可以用到了K8S中 自己带的原生的各种各样的能力 可以说把两个这个大的体系中的一些优点和功能 都集成在一起给到了我们的用户 EDAS本身在部署方面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今天来讲它不光光是能够支撑 可以把你的应用部署到阿里云 还可以去具有了混合云和跨云的能力 就是说比如说应用户今天它是有自己的RDC 然后呢希望和阿里云能够做一个统一的管控 或者是说应用户今天它的一个应用程序 希望能够部署到多个云上 不仅仅是阿里云 还想部署到其他云场上的这个云平台上 那同样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EDAS内部实现对这个资源的抽象 然后实现一个这个EDAS的这个管控平台 可以对多个云包括RDC的这样一个应用的发布部署 以及举行的管理 这个能力还是对我们的这个一些厂商还是 一些客户还是非常有用的 第三部分我讲和大家讲的是应用监控这块的能力 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分布式举行中 你的机器每天都在变可能是数量非常的多 而且还在无时无刻在进行的一个弹性的这个伸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用的监控和问题诊断就变得更加复杂 因为很多时候你都很难定位到你这个问题是出现在这个链路中的什么位置 比如说在这种图上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简线应用 它从前端进来之后呢 可能在你的系统中会调用多个服务 它们之间呢是一条链路的关系 跳转来跳转去 最后可能是去访问数据库访问消息等等 在这种场景下呢 如果一段前一段前端发现异常 比如说某一个请求变慢了 之后的问题诊断是很复杂的 用户需要先定位到到底是在哪个环节发生问题了 然后呢定位到一个具体的一个服务之后呢 还要去看到底是哪台机器发生了问题 然后在制裁机器中到底是它的底层的这样一个资源有问题 还是上层应用有问题 这个过程如果去人工去做的话是非常复杂的 那今天EDAS来讲会提供一系列的工具 让用户能够对自己的分布式系统有一个全局的概览 而且当发生问题的时候能够很容易的进行定位 首先第一个就是EDAS会提供基础监控 它可以是这个单机的也可以是集群的去汇总去观看每一个集群 或者是每一台机器它的一个基础的资源使用情况 包括CPU内存附载网络磁盘等等 然后让用户可以一下就能看到自己的每一个服务 它的一个运行的状况 它下面的这个机器的一个运行的状况 是否还能够满足上层的用户需求 那更重要的就是服务监控能力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今天来讲 这个应用的监控需要更高的力度 需要能到服务级别进行监控 我们用户可能会关心我的每一个服务的当前的这个QPS 它的耗时成功率等等 在EDAS内部 我们会针对每一个服务提供一个 刚才提到的各个指标的监控 而且监控的力度是非常到分钟级的 用户可以是无时无刻的不再去监控自己的应用 一旦有了问题之后 可以及时的告警 去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 前面讲到了就是在这种分布式的情况下 每一条链路都可能是很长的 一旦发生问题 诊断起来很复杂 那EDAS提供了链路分析能力 让用户可以对每一次请求进行链路追踪 以及切分去查看具体问题出在哪 这张图中给出了一个 对一个单次调用的链路分析的过程 可以看到在链路单次请求中 它一共用了32毫秒 那用户可能希望看到 这32毫秒到底用在了哪一次服务调用 或者用在了哪一个数据库请求中 在这个图中就以这种切分的形式 把每一条都进行了详细的一个跟踪和切分 让用户一目了然就能看到 这次请求到底是在哪一个服务 或者哪一条中花的时间是最长的 同时我们还可以提供这种实施的托普大屏的形式 去展示服务之间的关系 可以想象就是在一个分布式系统里面 当你的微服务数量不过多的时候 可能他们之间的依赖关系已经变得 谁也讲不清楚了 这种托普大图就能够给用户一种很直观的形式 而且是一个事实流量的形式展示一下 就是你的服务到底是有多少人调用它 然后他们的调用频率是密集的 还是非常少的 所以对我们当我们的用户 这个微服务体系比较复杂之后 希望对他有个全局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最后回到我们的一个最初的一个主题 就是如何让用户去在基于容器服务和E-DAS 去构建微服务体系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可以看到在这个图中 今天我们大家了解到了 就是两个阿里云的产品 一个成为E-DAS 能够很好的支撑上层的微服务应用 一个是容器服务 可以为很好的为上层的微服务应用 或者是巨石应用 牵液到微服务应用的这种比较现代化的框架下 以应对自己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市场的一个挑战 好的 那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 非常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课程 谢谢